因为猛暴性的心肌炎 十五岁的方雨涵就命在旦夕 急需要书写来救治 但是呢 他的父母亲因为特殊的信仰 坚持不让他书写 让手术的风险非常高 最后院方是采用 叶克膜体外循环机六天 才顺利将方雨涵 从死神的手中抢救回来 基督对上帝祷告神所说的话 却鼓励人信赖圣经 在病塌前感谢耶和华 将女儿从死神手中抢救回来 才十五岁的方雨涵 因为猛暴性心肌炎 心脏一度停止跳动三十个小时 但父母却因为信仰坚持不输血 如果医生或者是法院 强制输血给我 我觉得这跟强奸无异 所以我觉得我会坚持 我的宗教信仰 冒着可能死亡的风险 却仍坚守耶和华 见证人教会的戒令不输血 装上叶克膜救治 方雨涵昏迷前一度天人交战 其实对于死亡还是很陌生 对 可是就是 就是 一定要选择相信 为了不输血 院方采用叶克膜 体外循环机六天 减少不必要的出血 期间还换了两套叶克膜 手术的风险极高 让医疗团队也直冒冷汗 我们一直很担心说 会因为这种问题 会造成病人的一些死亡 或者是 或者是说一些疲病的情形 缺氧的情形 那一直跟家属沟通 选择以生命维护信仰 如今奇迹救回一命 让方雨涵一家人 更加笃信耶和华的力量 感谢